接著我們開始我們要上一個重要的內容 叫做光 尤其在後面 光的反射跟折射的時候 那是我們愛出題的部分 一開始的內容比較簡單 介紹光的本質跟實際 第一個 介紹光的本質 光的本質就是一個電磁波 我們前面說過的電磁波的傳遞 不需要介質 所以他不視力學波 他不用介質就可以傳播了 光 但是透明的東西也被穿過去了 不透明就會反射彈回來 OK 所以意思是說 沒介質可以傳播 有介質也可以傳播 然後停車站介問 你怎麼知道 怎麼證明他不用介質 生活理就知道 生活常識就知道 你怎麼知道他不用介質 你怎麼知道他不用介質就可以傳播 生活經驗就知道 為什麼這個人特別奇怪 你叫比酒密啊 你怎麼知道他不用介質就可以傳播 你怎麼知道光不用介質就可以傳播 太空沒完夜 陽光一樣照過來 所以需不需要介質 不用 所以日光月光星光 都告訴他不用介質 那我們講過用重波跟橫波 因為他屬於橫波 為什麼我們國中不佳 你記住就好 光波是橫波 光波是橫波 光的本質是個電磁波 電磁波 電磁波有很多不同的頻率跟波長 這有一個電磁波的頻譜 然後呢 很低的 波長很長的 頻率很低的有無線電波 高一點的有微波 然後有紅外線 中間有一小段 人的眼睛看見叫做可見光 然後外面有紫外線 然後有S光 Sray 還有Gammaray 這些都叫做電磁波 看一下 知道一下 無線電 微波 S光 都叫做電磁波 一小段 人的眼睛看得見叫做可見光 可是他旁邊有紅外線跟紫外線 當晚會簡單帶一下 可見光就是你看得見的光 你的眼睛能夠感受的光 平常這說法有分成紅色黃綠 藍電磁 這些七彩顏色的光 然後後面有一些重要內容 我們會不會講 色光的時候來跟各位說 然後紅光的波長比較長 頻率比較低 能量比較弱 光波電磁波的能量是看頻率 或者說看波長 頻率高的能量大 頻率低的能量小 或者說波長短的能量強 波長長的能量弱 紅層黃綠藍電磁 偏紅色的能量比較低的 偏藍紫色的能量比較高的 比較高的就是 能了解一下知道就可以了 剛才講過了 還有一個叫做紅外線跟紫外線 在紅光的旁邊 比紅外線的波長再更長一點點的 頻率再更低一點點叫做紅外線 好 然後比在紫色旁邊 比紫色光的頻率再高一點點的 不過它的短線叫做紫外線 紅外線 紅外線跟熱量有關 紅外線會跟熱有關係 然後呢 紫外線呢 會 可以用來殺菌消毒 紫外線可以用來殺菌消毒 紫外線可以用來殺菌消毒 這個 我們後面還會再跟各位說一次 有關於紅外線跟紫外線 我們後面再講一次 那重點是紅外線會跟熱有關係 紫外線可以殺菌消毒 重點我已經跟你講 這又是跟各位介紹光的本質 光的本質是電磁波 不需要介質就可以傳播 我們的電磁波 我們的光波是屬於橫波 是屬於橫波 看一看了解就可以了 OK